可是朋友的生命也不能不救啊 乔治冲过去 使劲地搁起了章鱼的触手 锋利的匕首 很快就让章鱼的一个触手断掉了 接着是下一个 每当一个触碗断后 章鱼伤口处的血管就会极力地收缩 使伤口迅速愈合 他断掉的触手还在不停地蠕动 看起来让人心惊胆战 这时候 杰夫渐渐地活动开了 也开始反抗 章鱼的力气明显不够用了 就在这时 杰夫注意到 章鱼身上有根长约二十厘米的 突出的小管鼓涨起来 他看得很清楚 小管内腔半透明 有点天蓝色调 正在奇怪的时候 小管突然变成黑色 并放出了浓浓的墨汁 本来半明半暗的海底 忽然漆黑一片 两个人什么都看不见了 原来这是刺章鱼看到自己即将不敌 选择释放墨汁炸弹来求得逃脱 章鱼排出墨汁后 同时变得很苍白 他利用人们被墨汁笼罩住 什么都看不清楚的时间 飞快地逃离 找个地方 躲藏起来 章鱼的副侧 有一个漏斗 里面注满了水 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 他把水从漏斗中猛烈地喷出来 借水喷的时候 所产生的反作用力 向后方冲出很远 在黑色的烟雾中 两个潜水员 从章鱼的袭击中 解脱了出来 黑暗渐渐散去 周围又透明起来 没有了危险 杰夫和乔治相互高兴地质疑 他们忍不住 来到了章鱼的洞穴里 又一次向里面望去 那些晶莹的卵 完好的保存在里面 相信很快 就会有新生命诞生了 突然 乔治紧张地碰了杰夫一下 原来 此章鱼并没有走远 他只是扶在洞穴附近的沙地上 瞪着大眼睛 关注着他们两个人 奇怪的是 章鱼身体的颜色 居然完全和周围景致一样了 靠近沙地的身体是昏黄的 靠近海带水藻的 则是绿色的 不仔细看 完全认不出来 原来在他的皮肤下面 隐藏着许多色素细胞 里面装有不同颜色的液体 在每个色素细胞里 还有几个扩张器 可以使色素细胞 扩大或缩小 章鱼在恐慌 激动 兴奋等情绪变化时 皮肤都会改变颜色 他有十分惊人的变色能力 能够随时变换自己皮肤的颜色 使之和周围的环境协调一致 此时 这只紧张无比的慈张鱼 已经完全忘记了断掉触手的疼痛 而是扶在那里 观察着前面这两个人 是否有动他的卵的倾向 只要看到有危险举动 他肯定还是要触记的 杰夫和乔治吸取了教训 两个人在水里一动不动 只是慢慢的 不留痕迹的向上浮 杰夫想 只要能稍微靠近一点洞穴 他还是想找机会 拿走几个卵 可是 此章鱼就像知道他的心思一样 居然不管不顾的冲过去 用自己的身体 把洞穴堵住了 看着此章鱼 用自己其余的几个触手 把洞穴堵得严严实实 杰夫失望的 看了乔治一眼 他们继续不动声色的向上浮去 可就在这时 杰夫的氧气瓶开始报警了 他的氧气已经不多 需要赶快到水面上去 杰夫有点慌 他加快了上浮的速度 这次 此章鱼可又恼了 他恶狠狠的冲了过来 完全不顾乔治的阻拦 又开始铲除杰夫 开始拼命的臭打 还用两只触手 蒙在杰夫的面具上 让他看不到方向 乔治一看情况不妙 赶快拿出匕首来 谁知道 匕首早就不见了 原来 此章鱼只经历一次 就记住了他放匕首的地方 早就在袭击的时候 用触手把他的匕首先碰掉了 乔治急切地扑上去 开始帮姐夫挣脱章鱼 谁知道 爱子心切的此章鱼 此刻有着极大的力气 皮肤又极滑 根本无法帮得上忙 乔治气愤之余 转身冲向了洞穴 做出了一副 要把章鱼卵都践踏干净的样子 这一招救了杰夫 此章鱼马上放开了他 向洞穴扑去 看到受困的伙伴解脱了 乔治马上拉着杰夫 用最快的速度 向水面冲去 他们的脚下 腾起了一阵黑雾 不用说 这是气愤的章鱼 又一次喷出了墨汁 乔治还感到 自己的腿被什么东西 用力地撞击了一下 原来是慈章鱼用触手 卷起了一块大石头 朝他丢了过去 但是还好 慈章鱼没有追上来 他就那样 堵在洞穴的门口 奇迹败坏地 目送着这两个 不速之客的离开 上船后的杰夫 发现自己的胳膊上 被勒出了亲子的伤痕 乔治则痛惜地 掉在水里的那把小刀 不过他们都觉得 自己能够活着 再呼吸到空气 真是太幸福了 杰夫暗暗发誓 他再也不去打章鱼的主意了 不仅如此 他也放弃了采集 小的海洋生物 做标本的念头 保护着自己孩子的 慈章鱼 给他上了深刻的一刻 他被章鱼这种冷血动物 所迸发出来的 强烈母爱所感动着 原来任何生命 都来之不易 都值得尊重 爱护动物的最好方式 就是让它们自由地 生长在自己的环境里 不要去打扰 打扰